大家注意看,把橘子、雪梨、生姜一起放在锅里蒸一蒸 这是我们老家98岁的老奶奶传授的方法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嗨,大家好,我是小苏 首先准备上一个雪梨,清水打湿 加入少许食盐,认真搓洗一下雪梨的表皮 冲洗干净 在头部一厘米处切上一刀 再准备上一个304不锈钢挖孔器 挖出一个这样整齐的圆柱 一小块的生姜,削去表皮 用刀做成一个比较细腻的姜泥 放入到雪梨中 再准备上一个小橘子 包皮填入雪梨中 一小块的黄冰糖,塞入橘子正中间 最后,我们再加入8粒枸杞 再倒入适量的山泉水 装在小碗中,盖上盖子 水开之后,开大火蒸上40分钟 时间到了即可关火 往屋都散发着水梨的清香 所有食材的营养已经被彻底释放出来 老祖宗的智慧不得不佩服 食材简单,省钱又实用 快收藏给家人安排起来吧